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上角的地方是视网膜这幅图 其实所有粉红色的地方都是属于视网膜的范围 就像菲林覆却在相机后方的每一个地方 最后经过神经线这些感觉到的光 就去到大脑分析的影像 其实有什么常见的视网膜疾病呢 视网膜疾病 例如视网膜穿洞或者脱落 确实是其中一样最常见的疾病 视网膜上面原来还有很多血管 亦有一组感光的细胞比较重要的 就叫做黄斑点 这些都是容易会有病变 所以就有机会有黄斑点的病变 视网膜上面的血管也会有机会闭塞 就造成看不到事情的情况 听过近视深的人视网膜会薄一点 是否真的呢 确实是这样的 原来在中国人中 心近视主要原因是 因为眼睛的长度就越来越长 越长近视就越深了 在这个过程 眼球慢慢拉长了 确实就令到视网膜边的地方 是越拉越薄的 视网膜变得更加薄就更加容易脱落 听过近视深的人 也尽量不要做一些太激烈的运动 或者拿重东西 这个说法又是否真的呢 通常就会建议 如果深近视的朋友 有一些高危的因素 可能他着实就要避免多少少 什么是高危呢 如果视网膜真的有一些 已经是薄的地方 或者曾经穿过洞 曾经是视网膜脱落过 做过激光手术 或者其他手术的 又或者他家族 是有视网膜脱落的一些病例 我们通常都建议他可能真的要静静一点 在运动方面 不要直接撞击头部 但如果普通的近视 就算深一点点 拿下重东西也无妨 但其实视网膜 先穿洞 其实痛不痛的呢 会感觉到呢 一般视网膜 穿洞或者脱落 是没有痛的 它只会增加了一些非蚊症的情况 我们眼睛前面会多一些黑点 像蚊子那样走来走去 就会有这些情况 但就没有痛的 那病症呢 除了说增加非蚊症 又多黑点 就没有其他不同的病症呢 当这个视网膜脱落 慢慢越来越增多 之后呢 就会好像有一个影 好像有一块窗脸 慢慢在前面遮下遮下 越多 这个窗脸遮住的地方 是会完全看不到的 或者看到一些东西 乱攻下迷地暗了 而在另外未脱落的那部分的视网膜 看东西就会相当清楚的 见到这样的情况 固然就一定要去立刻看医生做检查 有些什么治疗方法呢 大部分都需要 就是将眼睛里面的啫喱 就是一些玻璃体的地方 是清除了 那以后呢 我们可能要打一些气 或者打一些油 进去眼睛里面 将视网膜撑开 也有机会需要在眼睛外面 加一些直的一些枯 将视网膜撑开 如果是未到严重的视网膜 脱落性是纯粹一些比较小的洞 也可以用激光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冷冻 一旦是用热的方法 就是激光把洞黏好 或者不是用冷的方法 冷冻 都是目的就是将洞做好 其实如果穿了洞之后 或者脱落 但做了手术 或者用激光可以医治 之后再穿洞 或者再脱落的机会 是否大 在国际的标准来说 视网膜脱落后 做完手术 八成、九成 都是完全不会再有问题 再脱落 其实知道 也有一个自我检查方法 去看看视网膜有没有脱落 有没有穿洞 之前你和我们拍了一段视频 就要示范 不过我们一边看片 一边讲解这个方法 是怎样做的 好的 首先我们就向前 看看有没有飞蚊 以及飞蚊有没有变化 接着我们就在四个角落 看自己的手指 移动的时候 能不能见得到 这个就是 如果肆脱落的范围 比较大的时候 就会突然间发觉 手指移动 是有一个位置 看不到的 我们是逐一只眼来验的 千万不要一对眼一起验 逐一只眼验才知道哪一只眼有事 这边的右眼也是 先望前了 知道有没有飞蚊变化 接着四个位置 看看手指移动 能不能见得到 如果手指移动 整个手指移动 平排手指不见了 即是以那边的视网膜 可能会脱落了 最后 有没有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提提一些市民 如何增强这个视网膜的健康 眼睛里面有没有地方退化 就是各样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都在说 就是紫外线 就是太阳光里面 也有很多紫外线 其实就会令到 眼睛各个部分都会容易退化 所以戴太阳眼镜 或者戴太阳眼镜 或者戴太阳外 戴多些鸭蚊 擋下有害的紫外线 是非常重要的 擋紫外线的太阳镜 不要打算是深色或者黑色一定可以 原来一定要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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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